到底是谁啊 这满街都是通缉你没看到啊 通缉令 是啊 那天我们送老路的时候不是碰到诸医书抓坏人吗 那怪人脸上就无道疤 我们还帮忙你不记得了 我想起来了 走 快 这一天到晚呢 跑前跑后的 我这骨头架子都散了 是啊 走 小姐 您到底要干什么呀 要是找到了他们的藏身之处啊 那诸医书还不得欠我一个天大的人强 不行 小姐 你跟着他要是被他发现了 你帮助朱宣官抓他 他肯定会杀了你的 你怎么那么胆小啊 我 真是 这大庭广众之下 他敢动动手吗 如果警察来了怎么办 他不就跑不了了吗 可是 可是什么呀 你又不听话了 听这就对了 快 走 来 二位 里边请 里边请 嗯 来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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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啊 可算是来对地方了 我们小店啊 那是祖传的手艺 正宗的做法 肯定包您满意 二位稍坐啊 马上 老秦啊 白天我不方便出门 咱们那些老客户 都得你去招呼啊 咱们尽快把那烟馆开起来 回去啊 也好给局长个交代啊 大哥 这事您放心 您交给我 我保证给你办得漂亮 好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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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招牌菜 全要 全要 好 好 好 回去 回去 回来 你不没什么 你不说我 你是一个人 你不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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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一个人 你是一个人 你也觉得我 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 昨天 大哥 蒙古妞啊 小模样 挺标志的啊 这淒哩呱啦的 说的什么呀 还反正没说你 是啊 这么漂亮的蒙古妞 我还没玩过呢 大哥 这时候可得忍住啊 万一弄出点什么岔子 那局长可饶不了咱们 行了行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大哥 行行行 小妞 裴大爷我喝完酒怎么样 你多多走 这离开这道别的 那边都不吃 嗓门挺大呀 这鸡鲁公咘的说什么呢你 这是几鲁公路的 中共和三十多而来 也很怎样 说啦 你说 而来 吃鲁鲁鱼 以来 晚上 老头 舅舅练不得 喝酒 咱俩喝个酒 小她小特金 看什么看 转过去 别看了 对了 丫头 你刚才不是会说汉语吗 我听你点菜了 你给翻译翻译 我 我 我 不翻译 长得挺漂亮的 怎么吃个鸡吧呀 你 你这干什么 关你屁事 坐下 大哥 大哥 没事啊 大哥 来来来 回去坐啊 什么人呢这是 坐坐坐 小小气啊 小小气 他娘的真扫心 要不是在追书的地盘上 老子非把他抢回去 大哥 哥 咱别惹这个麻烦 来 喝酒 来 没事 掌柜 结账 来了 客官 谢谢客官 客官慢走啊 出发 走快 人哪 走那边 走 跑 小妞儿 你们俩跟着老子想干什么呀 难不成你们看上老子了 说 跟着我到底想干什么 谁派你来的 救命啊 救命啊 别叫 不许这样 别叫 再叫老子疯了你 别叫 别叫 大爷 大爷 您别这样 我跟你最好的朋友 以前合作过 我们不是想过来套套近乎吗 您这样不是吧 朋友 哪个朋友 那个 玉面飞龙 你认识玉面飞龙 那当然了 他跟我提起了您 那他都怎么说我呀 他说 你这个人最仗义了 他这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您 我 我 我 跟老子我这耍花样 你还嫩了点 我告诉你 玉面飞龙的妹妹 让老子给睡了 他能服气我 那才怪呢 说 到底谁派你来的 跟着我干什么 没有人派我们来 真的 没有人派我们来 不说是吧 那你就别怪老子 我不怜香惜玉了 别 别过来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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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我 放开 我 你干什么 干什么 站住 站住 再跑老子就开枪了 别动 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儿欺负女孩子 不觉得丢人吗 关你屁事 再多过闲事老子连你也崩了 好啊 有本事 来 动手吧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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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动就崩了你 你一开枪 警察就会来 我相信你们两个 不至于自己找死吧 不至于自己找死吧 你们是两个坏人 让朱寻官把你们抓回去 你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我要废了你们这两个混蛋 废了我 没想到吧 我还有一把枪呢 小辰 抄家伙带人 跟我来 快跑 快 快 刚才 谢谢你啊 谁让你开枪的 你知道这样做 会把警察抓来的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我这么做可是为了救你啊 我需要你救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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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上是从那边传来的 杜寻官来了 这么快就来了 走 快 杜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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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 我看到那个刀疤脸了 本来我想帮你抓住他的 可是在跟踪他的时候 被他发现了 差点连命都没了 还好有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就是他 人呢 你在哪儿碰上他的 你说谁啊 那个刀疤脸 就是那个月和巷的小饭馆啊 月和巷的小饭馆 启明 带几个人去月和巷 去查一查 国华 你带几个兄弟 去查一下 大风阵的所有客栈 这家伙肯定没捧住大风阵 一定要把他抓到 是 走 走吧 还愣着干嘛 走吧 走 走 注意说 这次算运气 下次 你可就没那么信任 我一定拿你的人头 去基点交交 我